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相信拿到驾找的朋友都曾经经历过科目一的考试 都考过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规则 一般情况之下速度都要在90以上120以下 所以在高速路上很多人开车一般都会在100公里每小时左右 因为这个速度在高速道路上算是一般速度 安全性和速度性同时存在 不过在高速路上行驶 除了要注意大火车和一些车辆变道超车之外 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那便是突然看到这样的一些标志 如果你反应不够及时 那很有可能被扣掉12分 或许有人会问到底是什么标志竟然这么狠 一下子让老司机回到解放前 这个标志就是高速上的限速标志 虽然高速路上大多数时候速度规定在90到120之间 但也时不时会出现限速指示牌 有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个限速80的标志 一些司机刚反应过来 前行没多久再次出现一个限速60的标志 这个时候往往会让司机手忙脚乱 一些新手司机甚至会在减速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故 所以说行驶在高速公路之上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 对前方的标志和发生的一些事情做好预判 以免突然发现给自己一个措手不及 还影响自身的安全性 如果减速不及时还有可能会被扣分罚款 不过这些减速的标志也不是随处都有的 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在特殊路段 比如前方是下坡急转弯 隧道和高架桥等设施 还有就是在一些事故多发地段 道路维修地带 最后便是一些受自然环境影响的地方 比如冰雪横风等东西 说到底之所以设置这些减速标志 还是为了广大司机朋友的安全着想 所以看到这样的标志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